全运会上的田径比赛进入了第二天 这个田径不是江苏代表团的强项 但是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有所收获 在女子100米蓝女子100米的决赛当中 江苏军团获得了一银两桶 在女子100米蓝决赛中 江苏选手孙雅飞和王斗分别位列第七道和第五道 广东选手预赛排名第一的吴水娇在第四道 发令枪响后 吴水娇起跑级确立了领先的优势 上第一个篮后吴水娇领先孙雅飞半个身位 此后吴水娇篮间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最终以12秒96率先冲过终点 孙雅飞以13秒01获得银牌 她的队友王斗以13秒09获得铜牌 不是不是很满意的成绩 但是也算是能发挥吧 因为这一两年一直有伤 所以训练一直都不系统 在稍晚进行的女子100米决赛中 来自江西九江的姑娘陶宇佳力压群芳 以11秒48平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 成为新科中国女飞人 来自江苏的老将蒋兰 以11秒53的成绩获得铜牌 江苏城市频道内明报